老鼠 西维尔打老鼠来了 最后一手Counter win 看到了确定是奥温以后 君泽选下了凯南 感觉上楼要开偷了 但这波感觉有人要转了 对吧 你亏不亏我不知道 我知道有人要转了 这波要转了 这波闪出来就散了 马哥的位置怎么跑 天罗地网 我问你转没转 转 转了吧 我们上路进的话是没有适应 考验说实话没有选择 他只能往野去进 他一定进到位置后他从哪个口子进 这边应该这里会直接跟他照面 两个口子其实都有眼 猪猪人也知道你有可能从大龙克里面跳上来 知道还没打完 能看到 而且螳螂这没E的 E还有三秒兄弟 这个反击风暴要吃了不交闪吗 还不交 下一个E好 还在A 那下面有Let me 直接散上去死亡伞 被W直接给垫死了 这连锁反应啊 在夕阳这里知道跑没有人 不过小都会来了 Amy这里 能走吗 W到 小都妹也很果断 立马还原颜色 是的 包括说上一局他玩位 你记不记得他5级直接跑到下路来了 丢丢丢丢丢丢 过来了打你一套抱一下 六成 想挡没挡住啊完了要死了 那有屏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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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屏障有屏障有屏障 感觉IMP应该是忘了这个屏障 是 要来找没有材败的IMP有点意识到了 对的 得看宝兰的先手 IMP这个位置比较安全 马哥更不上伤害 看到了有点 莫尔也下来了小东北 小东北也在靠 小东北有大招的 这边直接一封都封到吗 大招直接来 后路被拦了 而且还沿途直接突到 但伤害还是不太够 宝兰要长第二波 过来再跃 IMP进化刚刚解的是 什么呢 额 傻石阵配岩铺之后 那个控制 那个晕眩是吧 但这波他因为 没有那个 进化了 雷尔娜这贴脸Q 你是没有超多五天的 是的 这还逼了一个大招 岩徒回来 湖兵大开了 但影响也不大吧 就他那个位置 我感觉百分百死了 所以说小东北 但是把这岩阙 一直在想办法 努力地带点中 单杀了 叫羊一段羊空了 二段羊也空了 是的被电晕了 刚刚没有办法 把头筹给顶出来 这个纠集羊过 而且珠珠人绕了一大圈 这波想要野区这些逮捕好严 看到南风了 但后面还有一个珠珠人 他并不知道 珠珠人选择反击风暴 晕到但是 哎 伤害够吗 好像不够 势力一阶 套了虚弱 但珠珠人最后 还是利用虚力一级拿下这个人头 看这个位置 司马老贼开大 直接过来 可强一个Q 刮了一下立亚立亚 向下一百两二十点左右 反击波爆好了 闪现晕 直接把晕圈给打出来 而且盾是挡到了老鼠的毒 闪过来 享受司马老贼 二段Q拉到他 最后一下平A 电行 把这个人头给拿到 但这波还是很灰 那无名怎么办啊 自己没有闪现没有大招 宝兰那个位置已经在绕了 但宝兰 应该绕不到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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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跳出来给一个减速 给了 先抱一巴半血 沿途虽来没中 但是伤害可以直接带走 哇 这波打完感觉 BLG直接吹起了反攻的号角 只要BL 这个五配卡通单 发力了 直接加技了 你还是忘不了他 一下子刚刚的开始 我们随着杜雷斯的一个持久即时板 一起再持久一点 马哥是把这个套到这个板子 没闪的 没闪的 但武器反击波暈的也不错 老鼠输出位置有点好 狐狸空了一波EQ 如果宝兰断了一下他 这个二个位置能走吗 跳一下队友 来 右边一个 一失血 哇 司马老贼大碰 闪现一发平A 硬朴这里 还想 哎 但是有一个屏障 这护盾很绝望 直接砍下一个三杀 三杀到手 哇 老贼的吧 西维尔已经起飞了 现在队位领先 1400块钱 起飞了 十分钟 再回过头来 把这条龙给空下来 还要踢 还要踢 来的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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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拿到这个shadow了 700块钱收入囊中 DF2连 没有想到有一个现眼 我感觉打到中期 绝对是变成一个大 大人要保马哥了 大招进不现 男一波是进不掉 DP一保 后面 胡言都已经就位 BGN这波是铁了心 要把这个羊给处理掉 这些大招 竞争全部不审 狐狸也叫大招 太夸张了 四个大 西洋说哥们直接享受 一波折晒的待遇 对 但这把其实暗影扩建 蛮限缩 蛮限缩BGN待会 后期的时候 能不能利用视野 去让凯南跟老鼠这种 要从彻翼或后方进场的英雄 找到好的位置 但是眼上过来 感觉要出师了 好耶 开放进风暴打晕 然后再电晕 没办法了 一百多点险 人头浪给队长雷密 猪猪人是直接 一下也不A 手持着这个路灯 主要他的扩建在CD 我感觉他有点太不小心了 对 他走在连的野区 给人一种去走在自己家后花园的 对 感觉 视野也在 视野也看到对面的辅助在 现在其实打着打着 经济也慢慢拉开了 中文想偷一下 他悄悄躲起来了 一件套偷两件套 根本不慌啊 兄弟 但是眼圈马上就到位 奥恩也来了 羊 感觉撞到一口的话 会很危险 因为走位没有知道这个羊 那血量已经是非常少了 闪先过来 小冬北先拿下 小冬北也追不到 凯南怎么说 被宝兰智给单防了 重新有点脱节 还在找位置进场 这边侧面好像可以进 是的 走位先走一个延突 小冬北有点危险 要出手了 要出手了 队友都要死完了 闪也抓奖了 但是伤害还是垫得很满 最后 叶普把输出打到了最后 但自己的没量开Q了 天底支援纸上来 最后是奥恩又收获一颗人头 老贼也很稳 第三件直接选顿弓 就领先的时候 我不出去 出出 我出更多的防御装来增加龙挫 后面有一个眼 没有凯南 哎 凯南要被开了 蓝米直接倒了 而且一个羊又击飞了 这台阿 这台阿也交闪有队友能接一下吧 交闪 保兰硬闪间Q 跳一下眼 在上身上晕眩 还突回一个无名无名交大招 保兰再往前 交闪过来 司法老贼已经点封了 但是有一个TP啊 打下的高恩 攻凯南 直接把南风也给杀了 Ace打出来了 十二分钟 一波了 突然死亡 来自 第四小局 没想到是 我们今天 办 这个败者组决赛里面 唯一一把 三十分钟以内的 保兰这个雷娜太顶了 他一套控制 直接把蓝米碰到死 那保兰队要完成他们 让二追二的第四小局 那我们一起期待两支队伍的 决胜局 恭喜 PRO的血液战队 恭喜 Let me复活出来 电了一下 还要找机会 但是没办法 水晶已经炸了 恭喜PRO 再下一程 也是把比赛拖入了决胜局 Let me打了全队最高的伤害 马哥这把 依旧非常的出色发挥 而且小东北的节奏回来了